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有几位代表马利西亚参加过国际赛事的 那么今天第一位上场的应该是许忠明大师 我们准备进入房间 那里就调一下 感谢胡司令的藏宝图 厉害了 应该说马来西亚这边对这个活动应该是比较重视 一个是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 另外这个活动也在报纸上做了宣传 并且有赞助商 应该是范先生对这个马来西亚的棋手进行了这个中奖 我看到报道好像是说赢我要奖励数万马币 大概是个什么概念 反正应该是何其也有奖励 确实是对马来西亚的棋手呢 也是一个鼓舞 我记得我在去年9月份去吉封坡 参加了一个亚洲象棋锦标赛 现在也转眼间差不多一年的时间过去了 马币和人民币大概是个什么汇率来的 我印象里还有马币和新币差不多 哦那还是差一些 1比1.7 那这个奖励还是非常丰厚 确实 但我感觉也是全力一步 1比1.6 好那我们就准备开始 稍微提前了两分钟 估计会准时开始 这个美颜我也不知道怎么关 设置里边我也没找着 反正打开它就这样了 好我们就准备后这个8点准时开始 这几位对手呢 我应该和沈一豪同场竞技过几次 但是应该都没有交手 然后许忠明呢 在之前的几年前的亚洲比赛中也碰到过 有过一些交流 另外两位相对来说不是特别了解 另外两位 一位是 看一下 一位是李荣福 一位是汪志祥 好像都是比较年轻 马来西亚我印象里有几位老洗手 最老的应该我交手过的叫黎金福 然后呢还有李嘉庆 还有陆光夺 在去年比赛中也交手过 还有陆建出 其实 要说起来 还是交锋的机会挺多 这个棋相对来说不太常见 对手采取了一个比较 第三步解码8进7 那我们就三步先把鞠晾 我想我如果挺三足的话 对方会不会横鞠冲中兵 是 黎金福大师确实 我是一二年跟他交手 当时年纪已经很大了 大概 应该有七十多岁了 然后李嘉庆大师我印象里 好像在前些日子 我看和中国国内的很多高手 都有过这个交锋 而且成绩还不错 好像也蛮有实力的 那今天呢他没有出场 把这个机会留给了 这些 后进 这个开局前面应该说都还是比较常见 对于大陆棋手来说应该是轻车熟路 我印象里很多年轻棋手 包括我这次去云南 前些日子去云南参加这个车轮站 碰到一个十几岁的少年 包括我之前在网上和少年起手 应该一个叫 来自福建的那个 叫什么来的 也是非常擅长这个 战术 对啊 就叫什么 全名我记不得了 三个字 这个旗 一般来讲 感觉上还是比较平稳 吴航陈 对吴航陈 嗯 这个旗应该是双方都可以接受 嗯 今天确实因为这个活动比较重要 所以提前 准备调试了一下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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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开局应该之前都有所 这个 出现过 不知道这个 海外的旗手对这个旗是否 了解 今天要 迎战四位旗手啊 所以接起肯定 就要推后啊 今天的直播就估计 要战斗到比较晚 然后我们下个月直播呢 现在初步定在2号开始 9月2号 9月2号到5号 9月3号 从对方行骑速度来看呢 不如我们国内的旗手 这么 怎么说呢 这么熟练啊 但是目前的应对都还是比较正常 美颜我是无奈限于不知道怎么关啊 就先这么着吧 就先这么着吧 这步 这步马六退伍应该说也是比较自然的走法 是 是 炮击平一 然后我印象里之前下过 G8进3吧 第一次下这个期是跟这个无行程 后来跟 我看徐超跟无行程又下过一次 是 应该是G8进3 先捉一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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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三进4它有G4平6 肯定不能跳 好 进下离我之前下过炮而退3之类的 之类的 现在不一定合13 这一炮这个期望没什么味道 好 感谢观看 先上个试吧 改进一下 先按兵不动 不时五分钟,所以不用着急 直接马五进七,我在想他走局四进二 因为我如果part1打局,他有一个打中兵 当时徐超跟这个吴航臣,我记得有下围 搞清楚怎么走 感觉先补一手还是可以 换局 换局 换局应该问题不大 大家要小心对方有没有什么突击的手段 先捉一下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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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分钟 1分钟 确实对方有些进攻的手段 这个前方哪里处理的 像麻我只能继续进行业了 确实 没办法 这些只能这么走 我看到有问题了 但是 不好印了 不这么走也不行了 G807被他一踩 我本来是2G一进去 后来一看也没有用 很厉害啊 刨1平3走出来 其实有点难办 这亏有点严重 不走这个打局也不行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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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很危险 他打相其实也是蛮优势的 打掉 只能这样了 这样好像还能顶一顶 我感觉打相可能更危险 他现在炮三斤二吧 三斤三斤四 差肯定还是差一些 我好像相对 对 是不是缓和一点呢 刚才打相感觉亏的比较厉害 是 稍微出了一口气 稍微得到一点喘息的机会 但是这个气还是不能太放松 好了 好 好 双方机耳外只有跳马 依然是亏 也就只能走快点,给对方时间让一点压力 其实不太乐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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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刚才比较担心它走G4推二 准备G4平衡,这两个炮很难处理 现在我足五进一,应该说G10又有所幻 感觉好险啊 开局,亏得比较厉害 不退G,现在这个棋就不是特别怕 这样应该亏得不多了 G4推二很难受,可能只能破8平9,但是很难下 现在它肯定是只有交换,交换我相调 这个开局还是要小心一点 这个其实十四进五肯定是不好 但我马五进七,他G4进二,我当时应该怎么走 好 换掉,相调 好 好 好,三推二,准备平局过来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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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不过也有点小问题啊,这个防线 禁区就一肉眼可见,就往核期趋势发展 嗯,凭pause,我可以下一下 那肯定是没有优势 风险还是不小 接二线三容易合 转平后,我看到往往有一个攻击的线路 但是,对方如果走不出来,我行事就还可以 还是走这个吧 嗯,想着合齐 那还是要走一下 这里提合偏早了一点,再走几步 大家都看不到这个齐怎么合 直接合了是不是有点早 对吧,如果都子力换完了,换得差不多了,合了是可以接受啊 其实前面亏的比较多 嗯 这二线三的比较扎实啊,应该不会输了 对方也 对方没走居六平二 那这个齐 那就要干起来了 就是,不说干起来了,就是纠缠啊 这个齐它不一定有利啊 先看看这个马怎么处理啊 当然这个说赢过于遥远 但是这个齐它就可以走一走 对方如果走得好,肯定是没什么办法 嗯 平区再回马,这是一个方线 跟它纠缠吧 我们时间还多 去二平六,再马斯推二 嗯,慢慢下 反正这个马顶在这里 比八路炮受签 嗯 底炮 其实 就像它这个炮一走开 我随时都有被珠霜的危险 我如果怕八平九呢 它就有个炮三平一 交换 嗯 我也没有什么便宜 嗯 G六进三它不是不像吗 我有什么齐呢 我这个炮也不可能 这个马也不可能不要了 嗯 这样我感觉差不多 像是差不多太多 咦 咦,这边这个旗好像露出了一些破绽 跑八锦三,压上去 咦 咦 这个逐步要开展反击了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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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捷红光就比较难受 马七退六 嗯 还是可以守的 怎么进攻 好像有个平炮对子 好像迎起较为遥远 G6进3的腰队我怎么办 不管他先点上去再说 对炮 平边 就是我不管退马还是点局 他都是这一步 协外不能打试 打试也太过于狂野 只能泡啥瓶酒 哪个泡瓶酒 都差不多 正常应该是前泡瓶酒 U也没多大U 你再平的还是换 反正只能换 换了 还是差不多的齐 齐是差不多的 冰吃 军吃 鞠吃中冰 好像好一点点 马位相差不多 然后中冰比冰冰好一点 刚才G6平1 应该说对我威胁要大一些 待会儿布局还是要小心一点 我这班机布局亏损的很多 搞得很危险 这个骑至少这样来的话 不会担心有输骑的风险 应该走了吗 3,4压生 准备G6平8,猪欧 冰冰是不是可以考虑先吃 吃了好像没什么问题 保持一点点微弱的优势 点G 那我就马儿可以射了 刚才有一辆 不知道是摩托还是什么 改装过的小车 跑过去了 声音而大 这个骑其实按 如果对方下处理的好的话 银骑还是蛮难的 这不打冰冰有点问题 打冰冰有点问题 应该是泡3.5 对我的牵制还是有的 现在先把组舔过去 我进去拉住马 拉住马也没什么 先拉住马 一个G牵住两个字 也不亏 待会儿再把组舔过去 这一项 说我的 有没有马四季三 马四季三吃 没有杀起 先平跑 平跑 退居拉住,不需要吧 先把向连住 连住才没有可能退炮 对,先退居拉住 拱B,反正意义也不到 回向,退炮 拱足,退炮 差不多 现在唯一的优势就是对方时间比较紧 可以混水摸一下雨 没有走这个 那我们先把向回来 还能慢慢耗一耗 对炮 那我要退一步了 那是退3 好那么一点 对方时间其实有点紧 现在看蒸汽怎么把马运出来 抓一下 他怎么退一套呢 那应该不怕吧 这一套对方要出问题了 这条线被我占住还是蛮大的 他刚才不走炮6平8 我也是要走去1平2 这样就危险了 炮7平5 对炮彩狙 平狙 那3进2 感觉又坏了 炮走远点 直接炮7平5 炮7平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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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炮7平5 炮7平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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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炮9平1 炮7 ecosystem 炮7平0 炮7平6 炮9平6 炮7平6 马二进三,马三进二进去,也不杀人 马二进一 马二进一,感觉这个线路好一点 灵活一点 暂时刹不进 马一进三,G6平7 马有没有可能运转到这边 好像有点遥远 马一进三,G6平7,G2平3炮6平7 G2平3不行的坎靠 马一进二,G6平7 再马二退三回来 再马二退三回来 嗯 马一进二,G6平7 马一进三,马三退五 可能过去没什么用 嗯 先跳,走快点 现在对方的时间压力比较大 嗯 对方 回马 这样好像有点问题 也必定 先回马 这个时间的压力确实还是 马五进六 这一下要蹦死 这两步棋没走好 这样输了 好像不太能防守 刚才唯一的机会就是走G7进行 让他下一下 好 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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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盘是那一株 7-1来一个您好 不知道,打招呼 可以开始第二局了 第二位对手应该是邦志祥 好像还没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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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志祥上线 好,开始 探查一下对方的鼻息 显示也拔不一定是真的也拔 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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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嗯 顺便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直播的时间 我们今天这个活动结束之后呢 我们下个月的直播是定在9月2号 就是后天晚上前半 就是我们回归常规的时间 希望大家能够留意 往这里陷入思考 可能一般比较常见的是走炮耳瓶5 这里走了一个炮耳瓶6 对方有点摸不了头脑 时间啊 只能看到一边的时间 如果两边之间都看到的话 可能是 期盘会有点小 炮耳瓶6 炮耳瓶6 硬朴昂瓶6 炮耳瓶6 几乎拍八平六应该是还是可以 出现了 这部棋 这个布阵比较新奇 G9进一 这边G没有封住 那我是不是可以考虑抬起来呢 你不用着急的 先说补齐也可以 先补一手吧 按钉不动 先让它定位 G8进四似乎不是急锁 因为你这个G抬起来之后 将来人家腰对你还蛮尴尬 我这个一路G也保留直出以及将来贴身处 我现在可能更好的方向是贴身处出来 这个应该是比较自然 它也不可能来封鞠吧 封鞠有G1平4 那它还要补视 被G被挡住了 看它这个横距怎么定位 能够消化 我下延 您爸 舒服 最后来 您这个饭 最后裁 我前身不需要 , 。 荒材那盘我是, 。 中间开局吃亏蛮多的, 。 中间逐渐搬回来,应该逐渐形成军事, 。 冲冰呢,我肯定要捉了。 这个马七进六无论如何,不能容忍。 炮六进二很潇洒。 看这个棋怎么打击它, 感觉是居八进六。 居八进六它不是特别好走。 居八进六对居我就摁住。 居八进六也是。 虽然我不怕它跳马打, 随时可以抛弃平方八。 居八进六再居八零七不能保, 保的话我有一个抛流进五。 它只能回窝心, 或者三退一。 那感觉有破绽。 比如三退一, 我如果追求阵型协调的话, 可以考虑走足七进一。 追求公式的话, 似乎可以考虑走炮流进五穿。 那马三退五就更简, 也差不多一个意思。 居九居三太狂了吧。 关键我这个四路居咬住你这个炮, 你没有打死居的血。 平居宝充齐足, 你就走不了了。 只能走马, 可能对方原以为这种棋。 一, 主要其实居二接二就算保住, 子力也受制。 更何况还有这个炮流进五的手段。 只能走马, 也没有别的办法。 砍掉再炮流进五, 对方走居二进五。 这个chance, 现在可以考虑冲七足了。 对吗? 虽然这个棋不能说黑方占优了, 但是感觉上, 凶猛一点, 似乎也可以考虑祖五进一。 祖七进一比较简明。 这会再炮流进五, 似乎味道不大。 还是对七足吧。 看看对方有没有什么好棋。 先吃回来, 这样呢, 吃七。 下不了, 哎, 马上要炮流进六了, 所以他马我退七。 是正招。 回去之后, 我们这个棋感觉可以稳扎稳打。 比如说炮流进五, 但是炮流进五这部棋不太想稳扎。 拱个边足, 再马九进八上来。 但没什么用, 炮流进二随时可以打。 G7进三, 准备打底下, 炮流退二, 打G, 没什么用。 也不是一点用没有, 再G7退一。 G7进三, 打G退一步。 我觉得可行, 不管补哪个是, 我们都可以打线。 但那是四进五, 嗯, 也不怕。 G7进三, 炮流平三。 好像有点, 炮流进四, 纠缠起来了。 好像是可以的。 炮流进五它有一个炮流退二, 或者, 估计就得炮流退二了吧。 也是我好, 不知道哪个优势更大。 炮流退二, 我在G7退一, 准备挖在中备。 这样的好处, 把他炮逼退的好处就是, 待会马九进七就可以出来了。 如果不进去, 直接马九进七的话呢, 我有一个担心, 就是他走炮流平三。 现在是准备要打向。 啊。 嗯,命啊。 嗯,没有? 嗯,咳。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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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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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lll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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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本棋应该说开局还是比较顺利 那肯定居其退役了 你现在打向对方可以向掉 我发现海外其实有一个现象 马来西亚还有一个阳天润 那个是我少年时期就是一个 我第一次参加亚洲少年锦标赛就是对手 后来在17年世锦赛又碰到 跟他相对来说年纪相仿 能更为熟悉一点 所以马来的棋手还是比较有渊源 这样打一个顿挫 他如果再跑六接二 等于我就白白走了一个居西接二 部署上就便宜了 我觉得对方应该是不能忍受 但现在如果不理财 我可能要吃云冰 或者先不急 待会可以考虑先出马 或者局司禁令我直接压上 中兵他现在也会好跑 六推一也不行 六推一我有一个跑六禁令 第二件事那我顺势跳马采举了 马九进七出来 包括他不走 我现在都有可能跳马 其实局司禁六也不是说多么凶狠 你只是起到一个 怎么说呢 占据空间的这么一个作用 暂时不能对对方造成不直接的杀伤 但是慢慢的 因为下棋这个东西回合制了 一人一步 你把好位置抢住了 那对方想抢回去 这个难度就非常的大 军与九平四 那我最简单的就吃中兵了 沙通中兵还吃相 如果来,第二件事还会说 ,你在做什么? ок 冷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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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方对这个棋手不太了解 年纪啊什么的 感觉行骑还是比较谨慎 看一下好像有一个图片 还是比较年轻的 2015年全国青年赛冠军 顺便介绍一下刚才许忠明 许忠明我印象里应该是马来西亚等级分排名前几位吧 刚才许忠明是12 14 18年 代表马来西亚参加亚洲团体赛 12年个人赛亚军 我正好是12年个人赛冠军 应该年纪05年青年赛冠军 那年纪应该是80 估计85左右 至于先生15年青年赛冠军 那年纪比较轻了 可能比我还小 现在感觉正常是马九进7 G4进6也蛮厉害 因为他这个G抬起来了 下不G4平5吃中冰 对方就难下了 因为我如果直接G7平5 他泡溜进了 这个泡被他换掉一个阵型就有点松动 现在吃冰的问题就在于 你看我吃冰之后要打底下 要不好补 补16进5有个三象眼 14进5有个打底下 也有三象眼 怎么守呢 也不能退炮护中冰啊 许忠明和汪之相 对的 你直接塞相眼是什么意思 爆破吗 强行爆破 你这个气泡来得有点过于凶哦 对方只能向那 说赖里兄不如宗室日新的 这位朋友你出来 G9平2 吃中冰 他4六进5点像眼 应该要坏啊 吃中冰他有 炮了一进5吗 打相做起 好像 但好像也没什么太好的办法 吃冰 升炮 补是没法补了 吃 不管他先吃了再收 点炮我就打相 起降 起降我可以G5平2 意义也不大 他不起降也不行 他补试我的G5 一砍相就起就下不了了 如果双相都被白吃掉了 肯定是不行 你补试我打相 他有什么闪 也没有什么闪击了 对 16进5呢 我炮6进6 一卡 这个相飞不起来 飞不起来怎么办 怎么能在15进4吧 炮1平3 我可能就G5平3了 也是优势比较明显 嗯 炮1平3 怎么说呢 可以下啊 或者我直接打掉在G5平3 也比较 比较难办 人家G5平3 就是我现在不确定哪一路走法优势更大 不是应该是要崩溃啊 你不管补哪个试 14我就打相 16我就塞相影叫门宫 好 1平3 我现在是没想好 先打再平均呢 还是直接平均压吗 似乎都行 直接退一跑 那我打相 他只能起降 打相 起降 我退居 我退居 感谢亚军 兄的火锅 那就打相再退居咯 附居咯 啊 感谢亚军兄的高能预警啊 康啊 我这个棋比较退一,给他马齐进去再踹一脚 索性直接退二吧,退远一点比较安全 这样虽然是红方暂时还能抵挡,但是先吃一个下 总之还有一个中兵,这个务实力量比较雄厚 如果G2平3对G的话,我还可以G7平9,吃冰脱身 不跟他对,当然对了也占优,好像不对优势更大 对完这步棋走的还是蛮顽强的,那就吃冰了 咦,卡了一下下 现在退G 泡7平9的G3退1,是吧 哎呦,可以砍像了,真臭 是啊,可以砍像了 这样这个泡反而被围住了 这个棋是不是得采用非常规手段啊,泡6进3什么的 或者先泡7平9 不理想啊 泡7平9的G3退1 泡6进3强攻 直接抬炮进攻是怎么回事呢 毕竟得开动攻势 刚才砍像直接就结束了 现在泡先走开 有点随手 有点随手,泡7平9的G3退1 这个泡丢了倒是不要紧 嗯,就是看怎么组织攻势 先平静去再说吧 就算他吃也要浪费他一点部署 G3退1 他想泡6进3这个棋怎么样 他只能吃泡 泡6进3吃泡 对浆 他上线 聚浆出浆 上马子肯定吃马了 泡6进3他下去呢 我泡9退1就逃生了 上马子肯定吃马了 G9屏3好像没什么意思吧 抛这件三车 哪一件回线 没有别的招了 干了 混水摸鱼 打试肯定是没味的 刚才是应该砍像 砍像就结束了 G9屏3它码7近9连住了 还是没有用的 似乎没什么用 先弃倒是先弃 但是没打算取 不太好取回来 G9屏3在码7近9有什么妙计吗 之后再泡6近3 码7近6 这会儿倒是可以考虑平均压码 这个不能在弃子耕杀了 平均压码再回码 嗯 这部马7近6倒是顶住了 那我只能G9屏3 吃 它应该不能吃 马7退决我再泡6屏9 就像这样 这样强行连住 对方中间这几步还是下得蛮强的 只不过前面吃亏比较大 现在泡6瓶9连住 它应该还是没什么好办法 看不出怎么弃子耕杀了 我们就稳妥一点 你进居它上马 反而给它顺势 出来 泡6平均压 它好像拿我也没什么办法 嗯 再泡6进一 你这个太啰嗦了 喜欢刚才一个棋吃泡 对 它刚才吃泡可能会更扑朔迷离一些 我虽然说形式肯定是比较不错 但是也没有看到说 哪里可以简洁取胜 现在这个棋 来 来 来 不 嗯 现在我们就简单一点就足九斤一八九斤八 这样出来就完了 就二斤二那我就拱编组了 随时关注有没有砍像可能,目前还没有 拱编组 对方时间也少,其也难走 泡进一,泡酒进一,是可以 拱编组也不知道他该怎么运 泡酒退役也不错 G3平5好像也可以 总之对方都是很难走 这个时候就不用关心最强的手段,只要正常走 对方应该,这马九斤八出来了 是吧,我们就按兵不动 这里马八进七七不行 先泡酒退3吧 将来随时准备摆中 手段实在是蛮多的 推3算了 觉得形式差距比较大 嗯,说出来不行 跳马僵死了 不是僵死了,就是丢死了 稳步推进了 稳步推进了 好,这班级 就进行到这里 稳步上涨 'day 0 1 2 1 1 我们准备下一位 下一位应该是 应该是李荣福 看一下这位旗友的介质 17年个人赛第4名 18年团体赛冠军 1819年槟城个人赛冠军 准备上桌 对,可能还是有 对方比较紧张 没有发现出最佳水平的因素 中炮局 我们这回换一个放弓马 这位旗友不太了解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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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这个旗友好像不太好赢 这个套路 有点难 嗯 开局似乎选择的 这个套路 太容易合了 对方选择的一路很平稳的下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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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先去8.8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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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如果把他跳他的如果跳马5G8平3抠他 因为你泡一平二起不到作用 他妈五进七了 这期吃回一个没什么问题 但是可能抱一个 我围棋不会下 对方如果走泡五推二的话 我刚才可以泡六平一打局 那个棋倒是配方不错 棋回一个基本就喝齐了 我进七我肯定是菊八平三 这有吃的呀 吃吗 去三平二的飞向也没什么东西 走马八进九也是比较正确 我去三平二的飞向也没法赢 这些恐怕不好赢了 没什么方向 跳边马走的比较正确哦 现在走什么都能喝 看看有没有给对方制造一点困难的可能 一平七它也飞向也没什么东西 稳一点吧 稳一点吧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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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族就干了 吃族就吃相干了 吃相也差不多的起 吃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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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冰冰,这步棋好像略有一点随意 现在跑一退一,给对方制造一点难度 吃着我现在泡一瓶五,连销他脸都冰,或者泡一瓶酒,强行跟他干了 泡一瓶五的十,他走什么,他兵一进一,没什么味道 打一将退泡,也行,哎呦七下,瓶八他不是,打狙,瓶八他可能狙起瓶四 还是我们进攻的同时也要获取物质 哦,就是瓶五和瓶九,这两个,我显了一显 瓶九他肯定是十四季 十四季我打过去,他在,不是,瓶九,他可能并五进一吧 并五进一,你打过去他在十四季 这样消掉中兵,最好的下午就是打完中兵,再打边兵 这个棋如果不是,比如十六季我打掉,他拱边兵的话,我有一个炮五退一 准备炮五瓶八,这个棋,还是有点小别扭,编 虽然说边兵我没吃到,但是,他的这个,红光的右翼底线有点小 毛病 现在不不是,不不是就哄边兵了,怎么不能给我,盖江打完中兵,打边兵吧 先打掉 炮退一,炮退二也差不多了 二度吧 本来下一步都是瓶八,他也挡不住 我退一也不可能去打冰冰,肯定是要奔着平八去 炮五瓶一,他冰一进一 反正多一个打冰冰的可能性嘛,虽然说 不太想打,但是,也不是不能打 破相都没有,因为他可以称适 这样就可以走一走 对方得走得好,才能和谐 只要把他老天上请上来就有机会 所以就是刚才这个棋,对方冰九季一走坏 如果先鞠五瓶七吃冰的话,我这个炮一退一没有机会过来 应该说这个棋基本上就是合棋 现在这个棋等于又担心打冰,又担心平炮 黑棋好一点是,但是走着走着可能就不止五瓶了 因为我现在有一个七路族生理军,将来 是有潜力能过河的,如果说破掉一个下 即使多一个兵,但因为马位不好 你向前马这个棋就不用说了,那黑方还要小心一点 那如果即使多一个兵,因为你编马位置很难调整的好 红方如果再缺一个像的话,你这个棋红方是有危险的 有一个兵就够用了,巨炮足就已经够用了 九成业余能下河,你说的九成业余是什么水灵啊? 你这个棋红方会不会退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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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沉底将它给像,像给我吃 因为它平过来之后,走势 也可以,将来补 将来补 这补器倒是还可以 打拘它拘走开 转换思路吧,打局再挺齐足 打冰他如果马出来,我觉得这个棋红席的机会就消很多了 打完局充七足吧,我还是要给他制造一些压力 哪怕这个足换一个像也可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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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压力是好一点儿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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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e 嗯 对方也是会有些压力吧 飞足倒没抽居,但是阵型一下就散了 肯定不好 是拉我刚才想到过,也难有什么手段 做出就其实相对来说没那么好 做出的问题呢 就是现在我要点浆再下足了 这人家在吃馅 他总不能让我打馅啊 是这样明显占优了 刚才我是想了去评论三 刚才可能真没什么招 那这样就坏了 就像我刚才说,你如果吃足我打馅 这个编码太弱了,肯定是要出事情 你如果飞馅我再吃冰 那么等于就形成黑帮群炮族 虹帮缺馅 并且呢 还没吃到两个冰 你还得浪费一些故事 刚才出帅之后这个棋就不太好 因为你不飞足我点浆要足往下冲 这样打相 先打相,现在准备抽嘛 只能马九进八 马九进八 马九进八感觉黑的有手段了 我最简单的是吃冰 吃冰再吃冰 马九进八 我看到这个棋 这棋相当难合 这棋相当难合 绝对先吃冰吧 先不留机会 巨炮摄像拳大概率赢巨马上市 尤其这个棋红帅不安于外 这个冰冰如果消灭掉也是 很踏实 如果你给对方留个巨马双冰 你就算把对方的事项全破掉 你如果不能迅速阻杀的话 也是有故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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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拱一平七,我就拱三平一了,先把两个兵都削掉 拱三平一,先把冰冰削掉 拱回家不是时间问题吗 这个棋估计红方将来还要丢一个市 原因老将现在没有归位 如果要归位的话,估计还要丢一个市 这个棋估计没有必要顿挫,直接吃得更好,让它不能调 一般来说,很多时候我们都是顿挫吃冰,但是在试六进五之后吧 其实你反而难以再去破它试 我现在直接吃的话,一个是老将可以请上三楼 另外一个随时有机会破试 所以这个东西,残局确实蛮难拿捏的 就是什么时候该走这个顿挫,什么时候不顿挫 这个就需要我们有充分的理解,或者说足够的经验 所以,泡一平三吧 回马是对的 但我泡三推一可以破点一个屎 请上三楼,其实也没有杀棋,首先吃一个试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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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加上优势 我想一下,吃着吃着,可能有一个泡一脱五是吗 好 残局马胜炮,那得看还有一句话叫缺向怕炮 这个东西就没有绝对的,谁好最坏 但是这个局面下,你说马胜炮肯定是,对吧 变面了 变面了 呦 最不好奇 只能下5.3 只能下5.3了,咦,居士退一,点一江 点江下去,吃吃惨了,居家进去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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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江亦军再说吧 江亦军再说吧 江亦军再像不进三得 你吃吃他彩像有点啰嗦 吃吃彩像,你点两江,对吧 人家做出,摔五平四 你吃马的,吃像的抽泡,正好喝 所以,不想给他破像 这样,飞像的好处 一个是抓试 他如果G9退8 我随时可以脱身 G4平8就脱身 下试,他不马六进4蹦 G9退8 我随时可以脱身 不因为怕 马六进7没有用 我向3退1了 马六进7我直接吃试 你都输了 马六退7我吃试他也不行 那个DG 我点江在吃试的好处 就是随时准备 准备这个叫什么白脸酱 开试嘛,那我们就慢慢再运起来了 进马跳到两项中间就合了 你可以尝试一下,可以多给你几次机会 对啊 退居是对的 退居是对的 这个棋可以考虑先走一个15进6 我觉得 15进6,他马六进4 嗯,我不想他老家做中 嗯 嗯 因为他这个GPUB 拉不住 最简单的脱身G4 屏8 平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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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行 还是平的,因为我超市他马六进4 也没什么太大味 也没什么太大味的 或者直接巨蟹退伍 守住 巨蟹退伍,他可能马六进4 其实他无所谓 炮3平6 要抽巨 他走下底也没用 开巨 还是把炮归了吧 下底G我就向3退1 啊 撕死的守住 马六进8 我就退G G7退几 退6吧 不然下部G7平2 还顶死了 这部棋好像坏了 你不能吃相 你不能吃相 这部棋出问题了 你出局我要盖吗 只能先去908 只能先去908 但先去908 也是危险 我就退炮 把握操一手 这就开始 围追堵截了 先顶一下马 顶马的马就退8 小片招 小片招 你如果G4平2的话 G9平8 所以呢 我们也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G4平2 没有意义 先收炮吧 吃室彩相 G江 那有点啰嗦 先收炮 现在的可以吃室的 吃室的G4平5就发齐 嗯 这包视角 现在可以吃室了 吃室才像G4平5姜死 跳浆我就坐进来 这盘棋还是比较艰难啊 哎呀 最后一位应该是 应该马来西亚排第一的选手 沈一豪 他应该是多次 马来西亚冠军的获得者 了 还是比较难对 啊 我们来看 其实今天最后一盘棋啊 呃 嗯 嗯 今天由于是这个特别的活动,我们就先不聊别的,等后天可以聊一聊 比如聊聊明西啊,聊聊什么别的 明西估计是不会去大巴黎了,估计要去洛杉矶湖人了 明西去游文啊,真的绝了 陪瑞一 沈一豪,应该是目前大马的第一高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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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锯一键2 锯一锯之前出现过 我之前下午锯二锯五 我红黑都走 我来后走来输入一个讲转一把 锯一锯 锯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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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锯 应该是这样下 嗯 你去巴基斯他随时有狙一篇而对狙 没有意义啊 我在就是深圳那个比赛 上午输给蒋川下午跟汪洋合 就最后被汪洋淘汰了 真是 伤心的记忆 这个过局 这个红旗应该是没什么太大的东西 这部级不太多件 只能换句了 这是他对完居下残棋啊 这残棋应该黑的还可悲 肯定先吃了再吃吃了然后打别冰吧 感觉 换掉双鞠 这个鞠不换人家将来有巨蟹瓶没有避让的可能啊 所以现在还是换了打冰冰 好像没什么事 他多了一个炮二进三啊 先打冰冰是不是会好一点 马一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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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如果碰七足的话给他过个冰啊不太愿意啊 先打吧 看他什么手段 对七足明显认亏嘛 你对完了 你将来向七退伍啊什么的 都是差一点 都是差一点 价格还是差不多 我都不是很担心的 八二进五我倒不是很担心 八二进五他能有什么招 马一见二 那我应该也要马一见二 他会马六进四吗 那这种残棋 感觉上当中兵吧 马六进四我最差还可以冲七足 炮九退一也行 炮九退一也行 小亏一点 马六进四感觉不是很担心 那种无拘残棋 你马六进四在马四进六就算多进来 也未必有棋 果然进了 他下方马四进六 而呢 冲七足 吐 感覺要合 吐氣族 吐氣族拱了 踩了拱了 想糾纏也不太容易 先打冰冰,他把馬斯金六登進了 我拋三平二 他有點受攻,對不起,他在拋二平三 是,還有拋二進三 做氣族音樂就減0了 從外面,還會有帥氣族 是,要不做出氣族 還會有氣族 ермана,這跟四波 保持不是一聲 更漂亮 我接受到消息族 樹林主義,就像是非常敵人 他媽媽安根,粉絲 就像是,實際上是不算 有一些策略 可以,在四波 我也不喜歡 咦,咦,稍微虧一點呢,Google B 是啊 货族差一点 他就低,肯定不行 泡三平四,我在想 行吧 马斯坚2都不怕,马斯坚2我可以抛退一手 将来马奇退9把他这个码换掉 是不是跳进来死路 泡九平六,他等于顺势马斯坚就蹬着了 那肯定不舒服 泡九退二 泡九退二 他最简单的他走向西退伍了 好像周围不明显 这个炮还垫着肩外打冰冰 货马进六,就足七进一了呗 那就大转换了 足七进一滚了 一吨缓 一吨缓 和其 打冰冰也谈不上组织进攻了 就是谋取物质 这样呢 双方各有千秋 嗯 嗯 嗯 在想问问 是 是的 在泡九平一 感觉河面比较大 虽然说我多一个冰 但是中冰现在 有可能被对方消灭掉 说不定对方好一点 看来有开局还是洪光烧好 走五级一的泡二平五 看来亏点 这个其道不安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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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中族的肯定跑二兵五 马二兵四我在想着有没有兵五锦一 兵五锦一有跑一兵四的打一下 这个马位相对要局处 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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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一会儿的POSE平二走开吧 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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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本期还是比较平稳 其实也没什么太好的机会 那我们明天休息一下 今天的直播差不多就先到这里 然后明天休息一下 我们9月2号的晚上七眼半 继续在虎牙跟大家一起交流 我们今天这个活动应该说 原本结束 马来西亚的四位高手进行了一个 交流 然后我们起盘棋应该都还是各自发挥出了一定的水平 当然说有些 选手可能因为 这个 心态上 或者说 这种 跟 大陆高手交手的机会比较少 所以说可能经验上欠缺一些 但整体来说表现我觉得还是 不错 尤其在 有些 时刻还占到了一些优势 好 那我们就今天的直播就先到这里了 然后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9月2号晚上七眼半 进行我们下个月的直播 希望大家能够 继续关注 我们本期的直播就先到这 好 我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